小字里内说 最爱打来跟我推高贷款的银行是花旗 不管怎么办 怎么推迟都还会再打来 真的花旗真的是雇人愿 也是我们上次就是最讨厌银行的排行榜里面第一名 哈哈哈哈 真的很好笑 对 花旗加一真的很爱打电话来 凯文高 第三是玉山 第四是中心 他真的是 心有灵心一点 同仁是蛮厉害的 好来 陈宇凯说 小字里内 花旗真的是副业是 那个 信用卡然后主业才是电信公司 哈哈哈哈好笑 我跟你讲 其实花旗银行他的电销部队真的很厉害 虽然说很烦人 但是他的成功率因为量大 所以他的那个进键成功率应该是蛮高的 所以其实花旗的那个产品线里面经济母 其中也很快就是电话行销 所以大家虽然说很讨厌 但是他真的是会赚钱 所以其他银行也可以从这方向去去学习 真的是蛮厉害的 哈哈哈 不行啊 这样讲话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 啊怎么各家银行都一直打电话来电销 那是麻烦的 李宜千说花旗会直接打到公司 真的很可怕 我其实也不喜欢在就是上班的时候 接到这种电话行销电话 因为他会影响到我的工作的流程 我这觉得很麻烦 他就阿杂的就这样子 再来那个旭武 花旗加一明明很穷 但是他们的行销人员很努力不屑 因为他就是希望能够从你身上的口袋 你去A钱啊 而且用他们的花旗信用卡扣脚 就是更简单 他不怕找不到债主 对啊 那个小智平说上次打到我就 就献个身给对方 他们死到底怎么了 哈哈哈哈 这个是太好笑了 对啊 然后米说 哎 然后米来了 欢迎你啊 这个一半玩远动银行信用卡 就来推销 白蓝氏胶原蛋白洞 虾红素 讲超多 后来立刻封锁 买30盒送30盒 这是怎样 30盒是应该是要打电话给宝可风叫我 就是买30盒来送打架 这太夸张了 买30盒真的是有病啊 那个 我还接到南乡人寿 副班人寿打电话来推销保险 保险业者有你的资料来推销保险 它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 小智努力说 要不要坐一起收到最多电话打来的银行排行榜 可以啊 我觉得小智努力那你也来办一个就是投票 然后我再邀请我们这边的粉丝一起去投票 然后大家一起来玩 因为我觉得不管有没有赚钱 就是做这些事情就是大家会很开心 很好玩 我们也不是说要给银行丢脸什么的 就是反映名义吧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让银行去知道我们这些事情想的想法 KOL要干嘛 就是做这件事情就好了 请小智努力那一起来发起这个排行榜投票